好 現在鴨肉也剁好都汆燙好了 我們來下要燉湯的食材 我們先放幾片的薑片 然後枸杞 還有紅爪 然後 三層的羹 還有鴨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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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蓋上鍋蓋 如果你們要用快鍋煮的話 那就看看你們的快鍋的牌子是哪一個牌子 那就要依照它的方式 就是煮肉類的方式 像我們這個的話就是火那個第二條線升起來 然後煮15分鐘 這一鍋就好了 所以我們要等它30分鐘喔 接下來我們要來做三聖果醬 果醬需要的食材有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有冰糖 但是我這邊沒有用冰糖 因為我覺得砂糖比較香 但是一般人做果醬幾乎都是用冰糖 好 接下來是黑糖 然後還有咖啡酒 就是這個 然後還有桑桑 還有檸檬 然後我們現在來動手做囉 你看旁邊的鴨肉已經滾了 好我們現在來做囉 我們要做果醬之前呢 我們要先把這個桑桑的這個羹拿掉 不然都會你做起來的果醬 會剩下這個根 那個口感會非常不好 一定要記得剪掉 因為它這個是煮不會化掉的 然後剪完之後才能夠做 然後有時候如果你們家的鍋子 或是煮的時間不夠久的時候 它這裡面還會有一根 你就是煮好之後再把它夾出來 千萬不要把它裝到罐子裡面 你會後悔 它說你挑都挑不掉 然後吃起來就是 你塗果醬的時候就會有一根硬硬的 所以這個要注意喔 然後做果醬的比例呢 就是2比1 比如說你的桑桑是2斤 那麼你的糖就要1斤 這樣的概念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你想要吃甜點 當然就可以加 但是這個是一般的標準比例 我們採桑桑的時候有介紹過 這樣子的是比較甜的 然後這樣子的半熟的是比較酸的 可是為什麼我明明知道那個是比較酸的 我還要採它呢 因為桑桑的本身的甜度是很尷尬的 你說它酸那又不酸 你說它甜那又不夠甜 你說它有味道嗎 它又沒有味道 其實桑桑沒有太重 沒有那個太代表性的那個味道 所以呢我們要拿一點點這個生的 因為這生的比較酸 會增加那個桑桑的那個酸度 不要全部用檸檬代替 到時候你的這個果醬會變成全部都是檸檬的味道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點點檸檬 然後用一點點酸的桑桑來煮 然後它的香氣不夠 我們用什麼來做 我就用這個酒 咖啡酒 咖啡的白蘭蒂酒 加進去的時候 哇你的果醬就會瞬間升級 五星級的果醬 好我們要來做果醬 然後那個汁剪掉以後 鍋子火開上去 然後把燙盛放進來 我們今天做的是一斤 我們今天做的是一斤 然後糖呢 一斤的三色我們就用半斤的糖一起下去 把檸檬汁也代替水 因為要加一點點酸不然它容易澆掉 我們就不加水了 就是用檸檬汁來代替 好然後呢 就可以蓋上鍋蓋 給它煮十分鐘以後再來攪動一下 好那它現在已經滾了 你看 就是自己用目測的方式 大概就是煮到差不多一個多小時的時候 它的水分 它自己會出水 然後它水分會蓋到那個傷腎 然後這時候呢 你可以開始加黑糖 加黑糖也是為了要讓它增加香氣的 黑糖你要加多少 我沒有一定的比例就是 適量就好了 好 繼續再給它滾 可能要一個小時喔 做果醬就是要非常的有耐心 然後如果你不知道真正的時間比例是多少 我告訴你 就是把水分全部煮到沒有位置 剛剛我們這個在做果醬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加水 我們就是加了大概兩三顆的檸檬 就是把這個整個煮到水分都收乾 那你的果醬就完成了 好 加水分煮得差不多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個酒加進來 加進來以後呢 記得喔 千萬不要這樣子 就裝罐它會壞掉 一樣 也要煮到這個水分都沒有 我們就可以裝罐了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也沒辦法等它那麼久 所以我們已經有做好的成品 那我們就等著來看成品喔 好 這樣子三層果醬就完成了 你要煮到什麼樣子 這樣子乾乾的 給個鏡頭 給個頭寫 這樣喔 要這樣乾乾的喔 沒有水分喔 這樣它才不容易壞喔 然後還要你裝罐的時候呢 一定要先把你的瓶子 拿去用那個鍋子 然後用熱水燙過以後 然後再把瓶子晾乾 然後再裝三剩 這樣子 裝好的時候一定要倒放 這樣子放 封到要涼 才可以封到冰箱保存喔 好 這個果醬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真的很好吃 自己動手做做看喔